今天有秋風 是 阿塔, 現在有秋風 正所謂秋風氣, 三蛇肥 接下來有什麼, 你知道嗎 就是曬果皮 不過說實話, 曬果皮我會說 但究竟… 為什麼它劏開那種金來曬? 示範一下 你切就切三番 為什麼不是在鎮上切, 在鈴上切 因為這裡薄一點, 這裡厚一點 剝起來完全好, 沒那麼容易散 從薄的地方開始下刀 慢慢切 切三刀 比例, 三番 到這裡, 先撐開, 別急 慢慢在這裡煮 是, 大家看看 你給100分 不用, 白不夠了 你去那邊做兼職, 去切金皮 多少小時, 大哥 先問你, 我看金皮有青色和紅色 說說分別 青色比較年輕, 皮比較薄 將來曬好的, 力比較弱 長久一點, 紅金好很多 我先找些紅金 大家看 是 金皮開了, 曬肉 曬了兩年後就變成這個顏色 但這100斤的新鮮果 剝了皮, 放在這裡曬 兩年只剩下四斤 再曬一點, 這些是多少 八年, 只剩下三斤也不定 我要買這些了 但不是, 你剛才說過有紅皮有青皮 紅皮比較好 那怎麼看 這個是紅皮 浪比較厚, 粒粒一點 這個青皮比較滑, 小孩子 翻轉給你看, 是不是紅色 這個深色… 深色很多 這個薄很多, 色了嗎? 色了… 買一些比較黑色的, 粒粒粒的 用墨染它, 黑色一點 是不是很好吃? 不好湯, 我也是這樣喝 可以說而已 這個湯的名堂叫陳皮燉青頭鴨 燉陳皮起碼25至30年 難怪這麼好吃 這個湯, 滋陰、補腎、養顏 什麼都齊, 俱風 那是男人也對? 當然 你也別客氣了, 喝多一點… 你記住, 什麼叫陳皮陳皮 沒有五年以上, 你不可以叫陳皮 只叫金皮或果皮 收到, 喝吧 是 船頭酣 金皮疙瘩